好 今天應該很多投資人打開手機 真的是滿想哭的 因為今天台股是創下了 史上第三大的跌點 跌掉了999點 大家說就是跌近千點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回推到美國 因為美股的重挫的關係 影響到了整個台股的行情 首先我們就來看看 待會美股就要開盤了 我們來看一下盤前 大家主要指數的一些觀察重點 我們來看到主要的這個指期的部分 三大指期現在都是走跌的 而台積電的ADR 目前時間是大概跌掉了超過1% 所以今天是不是有可能 明天的台股表現的行情 透過這樣子來看 是不是有可能還是綠色的 就要再觀察了 不過我們現在就要來想一下 因為台股就是因為跟美股來牽動 所以美股到底跌的原因是誰 我們一定要來抓出兇手 是不是要來做一個防範的一個預警 第一個我們來看到的是 最主要就是一個數據的原因 只要美國的數據不好 台股就真的就會不好 包含看到的是8月的 這個美國製造業的指數PMI 7月份原本其實已經不如預期了 沒想到8月再下收到47.9% 我們知道其實這個數據 要看一個是50% 50%是一個防線 所以現在還不在防線之下 等於是說未來的景氣 是不是就比較不看好 另外一個看到的就是 全村的希望輝達 輝達是指一夜蒸發掉 大家說是半個特斯拉這麼的多 當然主要的原因就是 反而壟斷被調查 還有現在整個市場覺得 AI產業的質疑聲浪還是高的 所以未來是不是產業 可能還是沒有那麼的看好 泡沫化消除了沒 消除到多久 都是接下來 霸半年的一個重點的觀察 所以我們來看到 其實會不會外資 早就給出大家一個訊號呢 因為今天台股是寫下了 史上第一大的賣超 等於說是外資大賣 賣掉多少 107.51億 5億億 等於這個數字呢 其實真的非常高 已經排行第一名了 所以我們來看到的是 尤其是連11賣 是不是已經給出一個警訊 我們來特別提到的一個是 這個8月2號 大家還記得這一天 同樣台股跌掉千點的原因 就是美國的就業數據不好 影響到美股 再來影響到台股 好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到底是不是只是一個意外 市場的一個震盪 還是接下來有可能又會發生 大家最擔心的 8月份重年股災 來看一下這個華爾街神算 他們他們怎麼說 他說未來在8週內 美股恐怕還有可能跌 最多到10% 原因就在一個最關鍵的數據 大家看到的是 週五有一個非農的就業數據 剛剛記得嗎 我們還有提到 8月2號為什麼會跌掉千點 就是因為這個就業數據 表現不好 我們帶你來回顧看一下 因為大家最怕的就是 8月的股災可能又會再重演 前進點我們要推到上個月 來看到一個數據 透過圖表你可以看到 其實最早的時候 在7月份底的時候 就是因為美股的 日本升息的原因 有發現到嗎 大家因為美股 日本說要升息 結果隔天就影響到整個台股了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就業數據的堆疊 可以看到台股在8月2號 就已經跌掉了千點 再來到8月5號 以及到9月4號 這樣子短短就是一個月的時間 台股又等於是 再坐了一次雲霄飛車 所以除了這個 週五的一個重要的就業數據 是一個觀察重點之外 還有一個不要忘記 最重要的就是 日本升息的這件事情 影響到美股跟台股 那來看一下 日本央行總裁他有說 他不排除將會繼續升息 如果他們看到經濟跟物價 表現還是符合預期的話 這一段話一出來 大家就很擔心 市場的熱錢 是不是又會流到日本去 造成其他一個市場的 重新的波動 有沒有可能造成美股跟台股 又有可能會表現 行情沒有到那麼好 那接下來大家在想說 那如果接下來這段時間 都會是這樣子的震盪的話 我要怎麼樣做比較安全呢 是不是有一個叫做 氣股就在 就是我先不要入股市 我先去看看債券 或者是債券式的ETF型 是不是相對來講風險都比較好 這會就是一個觀察重點 但大家不要忘記 週五是一個關鍵 還有一個就是 現在大家一直在關注的 降息 是不是會成為 接下來美股跟台股 還有全球股市的 一個觀察重點 以上這節的推播最新